今年秋季的主题 为民济历史 真爱和平 两岸同根 共创未来 我们可以从这16次的主题中 再简化为8个字 那就是必死 和平 崇根 临位 我们看到被公务员欺骗的农民 看到因工伤非法遣散的工人 看到被资本压架的喘过气的百姓 我们感受到这些苦难在我们人身边营绕 在我们耳边欺骗的哀号 时至今日 台湾百姓仍然深受地理主的博削 他们以自由和民主为信仰 暂时视为争取所谓自主权利的风策 但事实确实 这些只是美帝国主义的糖尼炮弹 台湾人民从未真正享有自由 每当我想到 还在保证很慢的平安能力 那么无法不为之付出一切努力 我更坚定地追随了 生命的精力 那是美帝国主义的法证 我更坚定地追随了